今天我們再度調升了基本工資 每一年受到政府照顧的人都要更多 這是我對自己的期許 在元旦的這一天 我們有很多新的政策也開始上路 今天我們再度調升了基本工資 特別是打工的朋友 各位的時薪連續第四年增加 相信各位都會有感的 有兩到三歲的小朋友的家庭 如果小朋友還在保母那裡 還沒有上幼兒園 今年開始 我們把托育的補助銜接起來了 育兒的支出可以省下一大筆的錢 家中有長照需要的朋友們 五月報稅的時候不要忘記 長照的扣除額也從今年正式上路了 農民朋友們 新年度的農機補助也開始受理申請 我們也正在研議 要為農民朋友建立一套退休的制度 每一年受到政府照顧的人都要更多 這是我對自己的期許 我們也希望所有的國人都能夠受到最好的照顧 我也要跟大家分享幾個好消息 我們南迴改剛剛通車 蘇花改跟西濱快速道路也準備全線通車 大家盼望了好久的安心回家的路 終於實現了 我要謝謝蘇貞昌院長 過去一年行政團隊在他的領導之下 做出了有勇敢的好成績 謝謝蘇貞昌院長